其实面对逼婚不少人也有着自己的办法 下面看到的是一位母亲给儿子写的信 这个信是这么写的 彭 这个孩子叫彭 打了好多次电话你也不接 或许在这里才能让你看到 爸妈再也不逼你结婚了 今年过年回家吧 爱你的妈妈 这封妈妈写给儿子的信 近日刊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华文报纸 墨尔本日报上 以罕见的方式在头版刊登出了整版的广告 据了解中国大妈的儿子 在墨尔本留学毕业以后 留在当地继续工作 这几年他的家人一直催着儿子回国找女朋友结婚 但是儿子却迟迟不肯 到了今年这个话题再度被反复提起 儿子倍感焦虑 到后来甚至不再接电话了 住在广州的家人一度无法联系到他 无奈之下只好托人寻找 找澳洲的朋友在墨尔本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华文 华人报纸上刊发了广告 只希望儿子能够看到 能够感知到父母的心思 那这个广告一登出 瞬间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每逢佳节被逼婚的残酷现实 也让大批内地年轻的网民呢 是感同身受 不少人都说 我们是不是该到报纸上登头条找对象了呢 是